继续美国这一年多钟 登上媒体版面的政治红人 从川普、葛摩、杨泽安到纽森 一个一个就像做政治溜滑梯 有的消失影光幕前 有的跌下神坛 9月14号 加州州长罢免选举结果尘埃落定 这位长得帅 且原本一直被视为民主党最有潜力的政治明星 之所以会在上任州长 短短两年多内就遭遇到罢免选举 东森新闻整理出了以下几点重大原因 纽森上任后 野心勃勃的他 首先就是要处理加州的游民问题 一开始民众确实非常看好 这位年轻有冲劲的小伙子 给予很高的期待 纽森砸重金 投入超过120亿美元的经费 似乎消除游民问题 值日可待 但无奈的是 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未能真正解决游民的核心问题 成效不张外 反而因为看似非常照顾游民 使游民人数不减反增 这些流浪人群在洛杉矶 旧信山大城市的街道 搭临时帐篷居住 生活条件恶劣 附近区域脏乱不堪 衍生出吸毒与犯罪等问题 增加社会负担 甚至让一些居民感受到 政府对游民的帮助 远远超过他们的生活品质 久而久之 民众越来越不满 痛批 住在一个全国赋税最高 却仍是无家可规律最高的州 两年后 反而发起第一波罢免行动 接着疫情爆发了 加州早期应对疫情的反应 包括是全国第一个 宣布居家毕宜岭的州 其实并未降低纽线的支持率 2020年年中的民调显示 当时的支持率为64% 与最早爆出大规模的 疫情纽约相比 加州疫情当时还算是控制得住 且至少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可以应对 但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不到四个月 加州疫情失控 竟然一要成为全国疫情 最为严峻的州份 夸张的是 州府团队完全没有维持 必要的物资储备 以应对这样的一场流行病 显示防疫不利 执政能力再度被怀疑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40万 死亡超过6万 加上州长纽森本人虽然不断宣布 严格的在家防疫措施 却又在2020年底被发现违反防疫规定 出席NAPA三星米其林餐厅朋友的生日聚会 引发大众不满 虽然之后 纽森有为此道歉 但民众不买账 让他的声望再一次遭受打击 直到今年7月 他的民调已降至50% 更被标签为应对疫情措施不一致的州长 而让纽森面临考验的不止这些 还记得去年9月 旧金山湾区一片被染成橘红色的天空末日景象 登上全世界媒体吗 加州地区不断加剧的野火问题 不仅烧出民众的情绪 更延烧出加州政府的救灾管理和消防预算等问题 当初川普毫不掩饰自己反科学 否认气候变迁的立场 甚至在加州野火燃烧最烈之际 任命反气候变迁的学者 出任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副署长 当时纽森大力抨击 炮火狠狠指向川普 说他冷血看待野火居民 但如今川普下台了 今年的伤火已久泛滥 纽森却遭到披露 在政府施政报告中刻意夸大相关数据 声称已整治9万英亩的土地面积 但实质上对照消防局的数据却发现 真正开始整治的只有1万多英亩而已 此举更惹怒众多民众 以纽森从上任以来 虽然承诺会改革野火防治的政策 将加码投入野火防治预算 但媒体爆料 2020年加州消防局的野火预算 却被削减1.5亿美元 讽刺的是 自2020年以来 加州已经有将近10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 被大火烧尽 是去年同期的20倍之多 加上自2019年以来 加州就有25000次停电 接连的出包 最终让罢免联署 得以在今年4月通过门槛 9月14日正式投票 纽森万万也没想到 罢免门槛就这样过了 这几个月以来 纽森面对罢免投票 都将枪口对准前总统川普 将罢免选举描述为 极右派川普支持者 全国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媒体 这些人要驱逐他 亦将地方选举联邦化 甚至抬出击败川普主义口号 纽森和他的政治团队 似乎从未检讨自身种种的行为 胡实为何在短短几个月内 联署罢免的人数 从20万飙升到超过200万的真正原因 民主党似乎受到苗头不对 年初前 纽约州州长葛摩 因性丑闻黯然下台 加州 纽约州 本来就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这场罢免选举 倘若像骨牌效应般 拜登政府面对的各种危机 似乎看不到尽头 所以在罢免选举前夕 罕见的出现 政府总统拜登 贺锦丽 都接连到访加州 看得出来整个民主党 都在救这位岌岌可危的州长 I'm going to make this as simple as I can You either keep Gavin Newsom as your governor Or You'll get Donald Trump It's not a joke Republican governor blocking progress on COVID-19 Who was also anti-woman, anti-worker, a climate denier Who doesn't believe in choice The choice should be absolutely clear Gavin Newsom You have a governor who has the courage to lead 以纽约自身的行为失当 导致全党都必须大动作来保住此位 并意味着此次的罢免选举 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或许超乎想象 对于国会的民主党人士而言 此次罢免选举的结果不仅影响着大本营加州的政治走向 更将对国会参议院的政治力量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对于民主党来说更有危机意识 阿富汗车军之乱已成为国际笑话 Delta病毒暴增 淹水灾情以及近期的堕胎议题 这些种种都让民主党在明年的期中选举局势畏惧下风 加州选情连结上全美政局到拜登访加州 前总统欧巴马的幕僚Joe Benson也说 加州太大大到拜登输不起 与其省一事少飞一趟但输掉罢免投票 不如多飞一趟露个面帮纽森压住阵脚 所以在这场州长选举 我们看到了民主党这次全国总动员 把地方选举当成全国性选举看待 总统拜登为纽森站台拉票时 更刻意提醒选民 要马选纽森不然就是等于支持川普 而且选举结果也显示 反川普牌依然奏效 共和党也知道 翻转加州这个民主党铁票区本来就有难度 对于这场罢免战 其实也是为了测试下场选民的反应 最终的开票结果 有超过320万支持罢免纽森 换句话说 这就是其中选举的铁票数 而民主党提前动员全国资源就加州 其实已经先上到了下场选举的准备 以这几方面来说 共和党已经达到挖到墙角的目的 但共和党更要清楚 民主党大打讨厌川普牌依然奏效 代表共和党必须切割川普才可能赢 多年来纽森一直是全国矚目的政治人物 这次登上各大媒体版面的竟是遭到罢免的方式 这个戏剧化的转变也许也能让多位政治人物以此借尽 无论如何结局不会只停留在9月14号的罢免结果 对于人民而言 罢免之后才是新的开始 因为这次罢免之后 整个加州的氛围不再是民主党大洲 罢免的过程所产生的思想改变 及运动上的凝聚力量 才是对民主政治的正面讯号 选民可以透过选票 给政治人物一个舞台 也同样的可以回收给予的光环与权利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